大雄宝殿在福虎寺的中轴线上, 而纵轴线上的建筑也是各有千秋。 从台阶上去就是峨眉山最大的大雄宝殿了。 大雄宝殿看内供的释迦牟尼三身佛像。 其实,从明代以后,从灵规至已去定行, 大殿摄像已有成法。 大雄宝殿的佛像可分为几部分, 一是大殿正宗的主尊佛像。 一般大雄宝殿正宗主尊或设释迦牟尼佛, 或设三身佛,或设三世佛等。 三身为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 法身是本来之身, 报身是通过修持得到的名位。 应身是为适应某种场合, 硬化成某种身份。 而在大殿内还会有供奉十八罗汉。 一般是分别供奉在大殿两侧, 一侧九尊罗汉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金身。 福虎寺大雄宝殿整个殿堂气势雄位, 雕梁画动。 其实,一般佛寺内很多殿堂, 都是以所供之佛或菩萨命名。 但是,所有寺庙都将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地方, 称之为大雄宝殿。 这是取大雄无位之意。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尊佛像就是释迦牟尼佛。 这尊佛像是 certain尊佛, 美语尔佛像是凰谷。 机 wife平天的位置每一佛像是粒吧? zieh算是乓遠的